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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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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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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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櫃鏈要我們檔位切到第二段交流平壓 這一個 有一個波浪的 然後這邊沒有分正負極 所以我們插上去 這樣插上去就好 大約118分 今天要用勾表量這台電熱水器 消耗的電流 首先先把勾表的 檔位切到電流表的位置 再將勾表勾到 其中一條電眼線 看它上面標是 27.8安培 這一台 然後 27.8安培 換另外一個 白色彈 好 好 還有使用勾表的注意事項是 勾表的電流只能一次勾一條單線 如果你一次勾兩條 會兩不敷電流 這樣的話 如果勾這樣 電流一定是 0安培 因為它電流是一條進一條回去 一進一出 電流是一進一出 所以剛好底效 所以它一定會是零按鈕 現在要教各位如何量交流電的頻率 首先先將檔位切到HD 再將紅棒接到火線 再看螢幕上 上面寫59.58Hz 這個就是交流電的頻率 它教如何量交流電的火線 首先將紅色碳棒接到 左邊這個閃電的位置 然後 波表接到 閃電的位置 然後 一手拿黑棒一手插在火線上面 看到電表上面有閃電的不好 代表這一個 插座這一個孔子 火線 接下來我要教如何量電容量大型 首先先切到電容的檔位 放電 然後再將電容先做放電 放電完之後 再將電 碳棒接到電容的兩側 接到電容兩側再觀察 把數字為3.2μ法拉 沒錯 3μ法拉 最後我要教各位量電阻 首先我們先將檔位切到歐姆檔 再將電阻接到碳棒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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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好之後 我們再來觀察 這一個電阻為 0.993kΩ 這一個電阻為 顏色為 中 中黑紅金 中代表1 黑代表0 紅代表10的二次方 中黑紅金10 乘以10的二次方 等於1000Ω 那最後的金呢 是真5% 那剛剛99多 在範圍內 所以這一個電表量出來的 電阻是正確的 順便介紹 旁邊的漏電斷路器 這台漏電斷路器 30安培 只要超過30安培 它就會調點 那這個漏電斷路器 我們要如何檢查 有沒有正常 首先先 將把這個 透明蓋先把它打開 它旁邊有一個黃色的按鈕 按一下 它會跳電 這一個代表說 它漏電的 功能是正常 通常我們大概一個月 做一次 測試 測試就好 然後再沒有問題 我們再把它打開 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把蓋子裝回去就好 好 那是這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 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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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